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工作是最轻松赚钱的吗 有一个卖血 把你的血液卖给血战 或者卖给一些需要血的人 就能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当然了卖血这个事情在中国是违法的 很多年前著名作家于华有过一部小说 许三观卖血记 就讲述了卖血这样一个黑色产业链 在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咱们这么讲 不要说在中国卖血是违法的 几乎在全球任何地方卖血也都是违法的 我们讲的是无偿献血 而不是有偿卖血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堂尔皇之的允许卖血的 而且这个国家提供了全球70%的血浆用血液 有人说 你说的是不是印度之类的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是非洲南美那些小国 这个民不聊生没办法卖血 我跟大家讲 我要说的这个国家 是全球第一大的强国 美国 没有错 您没有听错 今天就是美国允许他的人民合法的卖血 而且是全球独一份 我们经常讲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已经把资本运用到极致了 监狱可以私营化 中央银行可以是私人机构 同样啊 美国也真的允许老百姓合法的卖血 今天在美国 各大医药公司开设了超过600家采血的血栈 这个数字比10年前翻了一番 今天在美国 每年有3800万人次的卖血 这个数字在10年前只有1200万次 所以我们才说 今天全球70%的血浆供应量 是美国供应的 是美国老百姓 如起袖子 亮出胳膊 供应的 美国老百姓 为什么热衷于卖血呢 挣钱啊 在一个血栈 卖一次你的血浆 能给你50美元 如果你一个礼拜能连续来两次 OK 每次给你60美元 加10美元 如果一个人一个月卖了10次 那么他就能拿到将近600美元 600美元 3000多人民币 放到金钱中国 我们也不觉得是一笔大钱 可是在美国的中下阶层 在美国的低收入阶层来讲 那就真的是一笔救命钱了 此前我们在节目就说过 美国是一个银吃猛粮的国家 50%以上的老百姓 你让他拿出1000美元的现金来 他是拿不出来的 大部分的寿新阶层 他的基本生活模式是 每月领到工资之后 还房贷 还车贷 还保险钱 剩下的钱 也就安排这个月的基本生活 可以说 没有什么额外的现金收入 而在这个时候 制药公司说 你来吧 你就随便便抽款写出去 基本没有损害 对你健康没有影响 每个月就拿到几百美元 多好的一个事啊 今天在美国 每个人每周 允许合法的卖两次血 一年可以达到104次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欧洲很多国家 无偿泄血的时候 医生还要跟你说 一般不要超过两周以上 要不然 有可能对你健康 是有损害的 也就是说 为了鼓励底层老百姓多卖血 美国和欧洲 采取了两套完全不同的健康标准 美国医生告诉你 不但每周卖两次是安全的 每周卖两次 你还能多挣钱 所以今天在美国 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靠每周卖两次血 来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的 虽然作为外人而言 我们听闻美国这样一个阶层 每周都要卖两次血 都觉得有点心寒 但是考虑到 今年全球70%以上的血浆供应 是美国提供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实在不知道 是应当感谢美国 还是批判美国了 欧洲卫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